來吧 來吧 不是拿開 喂 雨淇琳 要跳舞 What's up 我就叫妳看我不順眼 So what 動大一點... 我想要看到妳的臉 Shit up Butter給我一點空間 我說Let it go Let it go 他叫妳給他空間了 這段 我不會說謊 打算加重 對 這裡就是馬尼皮了 沒有髒話 我不知道 我剛剛有聽到 你有聽到嗎 還是你是有唱到馬國畢的人 馬尼皮 沒有 只有我壓力好大 壓力好大 這個鏡頭完全看不到Nick了 消失了 對啊 太失了 完全擋住 麥克風先給Nick 謝謝… 大宗愛過來這裡 謝謝你… 大宗愛 來… 你有點怡情別戀的感覺 你不是可樂的人嗎 對啊 他愛的是言訣 反正你只要帥的都好啊 那剛剛他… 只要愛的是卡拉 你喜歡是言訣 我買他CD 他好CD 那你想要跟言訣做什麼樣的接觸 擁抱就好了啦 好厲害喔 言訣可以嗎 擁抱 擁抱我OK 言訣妳的肋骨OK喔 好 好 來 請接受我們男同學的致意 手攤 手攤了吧 好漂亮 還想小屌衣人 躺在人家懷裡 剛剛的感覺是什麼 好舒服 很少 但要問問人家舒不舒服啊 感覺如何 手攤 還滿舒服 一般的小屌衣人很少人衣小鳥 剛剛的感覺 人衣大女 好啦 不好意思 趕快回去啦 好不好 不要嚇人啦 好 今天我們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告訴大家 其實有時候這個 父母可能選擇呢 希望小孩不要有那麼壓 有壓力的教育環境 所以就會把小孩送出國 送出國 出國 那也有可能是小孩太皮啦 也有可能 像周湯豪是不是就這樣 完全沒有 我其實很多人覺得說我好像比較 狂風 可是其實我是我們家最低調 最乖的 大家投票啦 周湯豪跟言訣誰比較狂風 誰比較狂風 你們覺得是誰 周湯豪 誰會看起來桃花比較多 桃花 感覺誰的經驗比較豐富 都說是你啊 怎麼會這樣呢 坐在言訣旁邊 就覺得你比較狂風 沒有 真的沒有 就是 我們家裡面其實我 我從小來住 我也沒闖什麼火 然後我也沒有翹課 或是說什麼 就是從小就是乖乖的這樣子 對 15歲就出國了嗎 15歲出國 那個時候是 為什麼 就是去求學 那時候 其實就是高一嘛 那媽媽也覺得說 可能中文也都會啊 然後在台灣長大 然後說讓我去國外洗禮一下這樣子 那另外言訣是什麼時候出國的 我10歲出去 10歲更早了 到哪裡 到加州 哇 我還開心啦 哇 所以真正狂野的是他 每一天都在看比基尼啊 是不是 沒有嗎 沒有 怎麼可能 那你第一次的就是說 在流汗咧 10歲去 那主要是主修音樂嗎 主修 我上大學的時候是主修音樂 對 好 那今天呢 其實真的這兩位來 真的要跟這個 提供大家一個方向 其實有沒有大家這個就是 從國外回來這四個字 是不是真的會特別的吸引你 小欣 我覺得差很多 比如說Ken哥 從國外回來聽到就很厲害 那比如說 那都從南部回來 南部回來跟國外回來 聽起來國外回來 南部也不錯好不好 對 南部也不錯 他可以從流球回來 可是國外感覺就有一種優越感 說不上來 其實南部的鄉親也是很激激的 對啊 您覺得呢 可是我覺得要分兩種 一種是他從國外回來以後 妳才認識他 那他就會 妳就很想跟他聊天 然後有一種是 妳明明就跟他是國中同學 他就是國中很不乖 很不會唸色 然後被丟到國外去 然後他再回來講幾句英文 我就覺得 好像也還好 對耶 我想起來以前 我國中有一個同學 就是每次數學 他考的分數 不會超過兩位數 他大概就是8分或9分 9分算是逼近要10分 要8分這樣 完了 數學喔 結果後來他出國一年 我們就消息傳回台灣 就說 他代表他美國那一週去參加數學比賽 我們就 蛤 所以就覺得好像其實那個是 又不一樣的一個教育環境 真的 那大家對於這個國外的生活 你們的了解 都是從哪一些管道而來的 蘿莉塔寫的 對啊 電視上會看一些像Gossip Girl 或是那一滴圖玩偶之類 就是學校生活的影集 然後你就會知道 原來國外的學生都在幹嘛 妳剛剛是誰在唱歌的時候 妳有捧著妳的臉 顏捷 超兇的 喜歡這女的 喜歡她 女大生弟101次相親 這次真的嫁出去了嗎 顏捷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孝順的 超孝順的 超孝順的 妳交過男朋友的 謝謝 謝謝